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宇 這一次要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新產品 就是純手工的咖啡下壺 或是說大茶海也可以 那我們就來邊沖咖啡邊跟大家介紹 那這次是我們特別跟工廠師傅訂做的 就是這個容量 因為一般茶海不會做這麼大 那我們把茶海的容量 下壺的容量 從差不多原本正常茶海大概200到300cc 那我們的容量提升到450到500cc 那我們燒了兩種右色 一種是這個歌窯 冰裂的歌窯 那另外一種是這個乳窯 那一樣是有開片的 那也同時做了兩種的形狀 一種是有把手一種是無把手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無把手 看起來比較簡約俐落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杯口 的這個口圓這邊也做了一圈外翻 所以在拿捏的時候是不會很滑的 然後也不會燙手 那我自己是覺得蠻好用的 而且這個型是我特別喜歡的型 這算是就是也不算我的設計啦 就是隨手這個稍微畫一下 就是我喜歡這樣肚子胖胖的 然後圓滾滾的感覺 我自己蠻喜歡這樣子的造型 那因為我們的材質是陶瓷 所以在保溫性上面也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胚體 做的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整個很扎實 然後保溫性也非常好 而且因為我們是每一顆都是純手拉胚 所以我們的形狀 都會每一顆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是手作品 那所以我們當初只是規範一個 大概的容量 就是450到500cc 所以每一顆的大小 形狀都還是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在Pinkoy上架的時候 是一顆一顆拍照 然後一顆一顆上架 因為還是每一個都還是有一點差異 所以就只能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一個一個上架 對因為我們純手工的東西 就不太可能說每一個都一模一樣 這樣子 那這是我自己用的這個歌謠的冰裂 那它冰裂的紋非常的透亮 很乾淨很舒服的一個右舍 很像湖水一樣 那就是我們的口緣 因為師傅老經驗了 基本上是做到不會流口水 像這個倒起來是非常的俐落乾淨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乳窯 因為乳窯的特色就是開片 那它用久以後會吃進這個 不管是茶色或咖啡色 那它越癢 那個紋路會越深越漂亮 這也是乳窯的一個特色 那像我經常去故宮 就會看到像故宮的文物 就會這種乳窯的作品 這不叫作品 這叫做國寶 乳窯的國寶上面也會有均勻的開片 然後上面也會有使用過的痕跡 那這一批的純手工的這個咖啡下壺 已經在我們的Pinkoi的設計館上面 都已經上架了 那就想要購買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那就這樣囉 我是小宇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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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